第117集 盘丝洞 上一集说到七个女人去洗澡 我们现在继续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看七个女人怎么洗澡 作者特意说了 她们一起脱衣服 一起下去 注意这里可不是一起 而是一起 这是有区别的 一起下去 那可以是依次仿佛大家进那个公共澡堂 陆续进入水池 而一起这就是比赛 台湾员喊预备齐 大家同时行动 这说的是就是七个人是一体的 作者在这样的文字上 真的是细微处都有很大用心 如果我不解读出来 那她肯定会责备我不用心 好了我们继续向下看 妖怪都在洗澡 然后呢大家注意啊 后面猪八戒看到七个光溜溜的女人 就是色心起来 而孙悟空那是半点色心也没有 所以这里还是作者告诉我们 孙悟空是太监 这时候呢 孙悟空他本来应该打死妖怪 结果呢 他却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他说呀 好男不和女斗 那之前白骨精变少妇的时候 那你怎么就一棍子把人家打死了呢 所以啊 这就是作者呀 故意留的破绽 让读者呀 能从这个地方进入西游世界 其实西游记中啊 类似这样的大门 比比皆是啊 真的是数不胜数 就是呢 几百年 没有人能打开大门进去看看 这个我也只能说是啊 可能时机没到 但是现在啊 既然我进来了西游记的大门 那么就是啊 时机到了 所以啊 正义的降临肯定是势不可挡的 否则呀 作者根本不会给我们大门钥匙 现在呢 孙悟空他不打死妖怪 他送给妖怪一个绝后祭 这还是说的太监 太监无后啊 然后呢 孙悟空变成了一个恶老鹰 恶呀 是而我 老鹰 这个东西嘛 其实有好几种解释 但是归根结底 这个东西是暗示男人的小鸡鸡 比如啊 老鹰抓小鸡 这里点名是小鸡吧 再比如 我记得北方农村啊 说小男孩的那个小鸡啊 叫小家乔 这个也是鸟啊 老鹰他也是鸟啊 总之这个就不解释了啊 反正意思不可能弄错 老鹰就是小鸡 恶老鹰就是 而我老鹰 就是我的老鹰 我的小鸡 其实这里真的啊 他就是这个作者呀 他就是这个性格 他非要这么写呢 我也没有办法 其实他不这么写也可以 但是他就要这么写 他所以说这个老鹰啊 就代表了孙悟空 那老鹰就把那个衣服全拿走了 孙悟空回到了猪八店的地方 他先是献出本相 这里就是一处身份变化了啊 这个七个蜘蛛精啊 他代表了正和 那这里的孙悟空 就不能再代表正和了 那他本相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太监集团 不过这个就不是 朱棣的太监集团了 应该是朱高尺 他自己的太监集团 这段话翻来覆去说的是衣服 而且说七套 还剥得干净 这里衣服其实是代表权力 拿走了衣服 七个蜘蛛精 没了衣服 其实就是任何的权力 被剥夺干净了 现在啊 我目前还有个暂时想不明白的地方 这个需要看到后面才能明白 就是现在这个猪八戒 到底是谁 三个选项 朱棣 朱高尺 朱瞻基 我认为啊 这时候的猪八戒 是朱高尺 是他剥夺了正和的权力 因为这时候的朱棣啊 他刚夺射朱瞻基 他上面老爹还没死呢 因此他不能罢免正和的权力 所以啊 这个时候的朱八戒 还是故事开头时候的朱高尺 他在朱棣死后啊 把正和的权力都撤销干净了 还有啊 前面猪八戒对唐僧说话 大家看到吗 猪八戒没有对孙悟空说 杀和尚代表了神仙 猪八戒说啊 师父被典当铺拿走了 这就是说 这个典当铺啊 是神仙开的 朱棣是把自己的灵魂 交给了西天神仙的典当铺 大家想一下 这个描写是不是极为传神 朱棣死了 灵魂应该进地府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他是把自己的灵魂啊 交给了西天集团 然后再次回到了人家 那西天集团可不就是灵魂典当铺吗 但是啊 大家想一下 典当铺可做的不是赔本生意 它一定是要大赚特赚的 朱棣作为神州的皇帝 他能给西天的东西 可不就是神州百姓的精气神 甚至生命吗 所以啊 大家看看啊 作者这随便一段对话 意思是多么的丰富 老实说啊 就其实典当铺这个 我刚才都完全看不懂 我都准备下面内容了 但是这几个字啊 突然就跳出来了 让我不能向下走 于是我一下就想明白了 所以啊 我总觉得啊 有人在看着我做事 一旦我回答他不满意 他马上就不答应 大家看看前后顺序就知道了 我都说到衣服了 也没说典当铺 其实应该先说典当铺的 所以这也看得出来啊 我那时候真没看懂 可是呢 这属于我必须看懂的 最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因此啊 我只能兢兢业业 继续的为大家翻译 《西游记》 让作者也满意 让大家也满意 这个啊 前面有个口误啊 是猪八戒对沙僧说话 不是对唐僧说话 盯上了这个 咱们继续向下看 孙悟空啊 他变成老鹰 而且是恶老鹰 这里我有多了一点想法 恶老鹰 就是饥饿的老鹰 就是男人的饥渴状态 所以啊 这里作者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之前我写文啊 都没有想到 但是在语音翻译成文字的时候 就突然想到了 所以啊 这个我还得说清楚 这个就是啊 作者在暗示 郑和呀 他欲望很强烈啊 这也说明 胡善祥 他能完全控制郑和 我估计啊 这个药 可能是要长期服用 而药方呢 只在胡善祥一个人手里 所以郑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不得不听胡善祥的话 如果只是一锤子买卖 那么郑和是可以翻脸不认人的 这个胡皇后可是太厉害了 再次佩服一下啊 接下来 孙悟空他拿走了七个女人的衣服 那么猪八戒就来劲了 我们看猪八戒说的话啊 开头就是那一句 你要做事就要留根呢 这个是不是很突兀 这就和乌鸡国的故事一样了 猪八戒莫名其妙的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的还是明英宗那件事 你要留孩子一条小命啊 这个盘思洞的故事啊 就是在这样的人物转换上非常快 也搞得我是晕头转向 那个时候的孙悟空 好像还是郑和啊 但是那个 那七个蜘蛛精啊 是绝对的郑和 所以这里呢 就可以换个思路来理解 也就是啊 猪八戒只是提醒读者 这事涉及到明英宗的死活 猪八戒说啊 你拿了他现在的衣服 可是他家里还有一套旧衣服 他穿上旧衣服 就能来打我们了 这个意思是说呀 猪高赤的权力啊 没有他自己想的那么大 他虽然剥夺了郑和的一些权力 比如舰队总司令 但是呢 郑和还可以换一身衣服 就是换个官职 他还能再次掌握一定的权力 对明英宗造成致命打击 所以猪八戒也就是猪高赤 赶紧就去打妖怪了 那个妖怪对他可是致命威胁呀 其实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啊 什么叫一朝天子一朝臣呢 就是老皇帝的亲信 新皇帝真不敢用啊 他得扶持自己的亲信 郑和的名气和权力越大 对猪高赤越是威胁 这时候啊 猪八戒他就开开心心去打蜘蛛精 这一段文字啊 里面的人物转换 又让我看得头晕眼花 我们先看看最开始啊 猪八戒他开开心心的就去了 这是说猪高赤要除去郑和 但是呢 当他看到妖精时候 蜘蛛精正在抱怨 他们说衣服没了 怎么动手 就是说郑和权力没了 他什么事也干不了 这时候 猪八戒故意表现的色眯眯的 当然这个就是作者故意这样写了啊 我们看啊 他关键描写的一笔 是啊猪八戒丢了钉耙脱了衣服 这个钉耙太重要了 这就是皇帝的代表 猪八戒来时候 是代表猪高赤的意思 是来处理正合的 但是这个时候 他丢了钉耙 就是他不再代表猪高赤 那么他是谁呢 你看他变的什么东西 他变了一个鲜鱼精 而这个鲜鱼的鲜字啊 是一个鱼字 加一个占领的占字 这不就是万利皇帝那一出戏吗 万利啊 他被一条鱼夺射了 夺射了 所以啊 这个时候 鲜鱼精就代表被夺射 也就是这个时候的猪八戒啊 他其实就是猪地 他夺射了猪瞻鸡 现在站在正合面前的 是有着猪瞻鸡身体的猪地 而不是猪高赤 这个太复杂了 所以说我们再用这个凡人的思维 再捋一遍这件事啊 猪地死后 猪高赤想除去正合权力 他先是去掉了一些正合的权力 然而不够多 或者甚至他想正合肉体死亡 但是他不能自己去做这件事 所以他把这件事交给了自己的太子 也就是他最信任的人 猪瞻鸡 于是啊 猪瞻鸡拿着猪高赤给的命令 去杀或者抓捕正合 可是啊 此时的猪瞻鸡 身体里面已经是猪地了 因此猪地怎么会杀正合呢 于是啊 我们看接下来的描写 猪八戒脱了衣服 和七个蜘蛛精 在水里玩的不亦乐乎 甚至可以说是两情相悦 而且作者特意说了 那个水啊 有掺胸之身 这两个字啊 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 大家肯定也没有见过这么用的 什么叫掺浮胸口啊 没有这种说法呀 因此 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是 掺浮胸地 正合帮着猪地夺舍 这就是掺浮胸地 掺浮着老大哥 因此啊 这个时候的猪八戒 就是夺舍后的猪地 所以啊 大家看看最后 作者特意写明白了 蜘蛛精说啊 你开始来是个和尚 到水里就是黏鱼 你究竟是谁 你必须留名 这就是作者好心提醒我们 这里啊 猪八戒身份变化了 而猪八戒的回答很明确 他说啊 我是唐僧的徒弟猪八戒 大家看到吗 猪八戒的回答 包含唐僧和猪八戒两人 这就是说啊 这俩人是一个人 都是朱棣 这段情节讲的就是 猪高赤试图除去正合 可是他却拜自己的儿子 去做这件事 但是他儿子却不是他儿子 而是他爹 所以啊 朱棣最终放了正合 甚至两人肯定还私下 再次勾结起来 当然啊 他们的联系一直也没断过 由此看来啊 猪高赤真是不知道 朱棣的秘密 可见猪专机也不知道 这爷俩啊 是被瞒得死死的 这一段可是太复杂了 我终于是勉强讲清楚了 下一段真的啊 这个字太多了 我就不弄那么多字了啊 这时候啊 剧情发展到这里 猪八戒必须打呀 他没有理由不打 于是猪八戒拿起钉耙 一通乱打 这时候啊 那妖怪就开始吐出了 蜘蛛丝啊 把猪八戒弄得 晕头转向 乱跌跟腾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时候是猪八戒 拿起钉耙 他又代表猪高赤了 猪高赤对正合动手 却被正合啊 戏弄了一番 蜘蛛精 根本就没有杀猪八戒 他自己就跑回洞里边了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正合虽然有手段 但是他没有杀那个猪高赤 他饶了猪高赤 大家看看啊 蜘蛛精 他们跑回了洞里 说的是没穿衣服 但是啊 还特意提到唐僧 而且最关键的有一句话 这里我不得不说啊 大家包涵啊 我们看原文啊 作者说 七个女人 赤身裸体 从唐僧面前跑过 他特意写了啊 女人是捂着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啊 我必须明记说明 这个是女人的下体 而不是上面 作者为什么非要写这么一笔呢 一开始我也完全不明白 当我准备跳过去的时候啊 我又突然明白了 最开始啊 我真以为作者只是要和大家开个带颜色的笑话 所以我想不说这里啊 也没关系 可是呢 当我要跳过去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啊 还真不是黄色笑话 而是非常关键 这个意思就是啊 任何 他不是太监了 他是男人了 他下体啊 长出来了 那么这件事 他不能告诉朱棣 而且他不能被朱棣发现 所以啊 他必须捂着自己的下体 否则就被朱棣看到了 好了啊 这个真不是黄色笑话啊 而是关键情节 我想明白了 因为他在这件事上啊 必须对朱棣隐瞒 因此 他也等于就是有把柄 被胡善祥拿捏住 所以郑和不敢不听胡善祥的话 这个胡皇后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个情节交代完啊 下面一个情节 又挺让人费解的 蜘蛛精穿上旧衣服 这代表啊 郑和回归了最让人熟悉的身份 就是舰队总司令 大家要明白一点啊 这个舰队总司令 可是有莫大的权利 他有军权 他有着一帮军队 虽然这时候 军队都应该归朝廷管 但是郑和 他有一群私兵 这就是蜘蛛精干儿子的含义了 蜘蛛精啊 他就叫了一帮人 不是一帮虫子 说是自己的干儿子 我们看看他那个干儿子的名字 叫做什么 蜜啊 斑呀 梦啊 辣呀 情啊 什么的 作者还给你解释一番 生怕你不明白 其实他的解释啊 就是提示你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蜻蜓就知道 蜻蜓啊 代表清朝 但是这时候呢 不是说的 清朝那个朝廷 而是说 那边的土著人 那些土著啊 在这个时候 在郑和眼里啊 那都不是人 所以他把他们抓来 都当奴隶 当私兵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最主要的是 这里有个抹辣 这个一下子就提醒了我 郑和下西洋 经过很多小地方 比如啊 苏门达辣 真辣等等 所以啊 蜘蛛精这些干儿子 就是郑和从全世界各地抓来的奴隶 他把他们啊 训练成了自己的私人军队 这里我要特意提醒大家啊 虽然清廷暗示清朝 可郑和这个时候的清朝 和后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郑和啊 他是把那个地方的人 抓来当奴隶用 他们是我们神州人的奴隶 别说我们神州人了 就说是郑和的奴隶吧 但是他们完全撑不上对手 不是一个层面的 因此不能说因为有清廷 就说郑和勾结清朝 这根本没有的事 相反的 郑和反倒是 不把这帮人当人看 全是炮灰拿来送死的 大家看看啊 接下来的情节 说的就是这个事 蜘蛛精说啊 你们这帮干儿子 去跟外面的敌人战斗吧 我们先跑了 于是啊 这帮干儿子 真的就出去打了 这时候呢 孙悟空和猪八戒就来了 我们看看作者写的啊 这时候就连马都提到了 却不提沙和尚 就是沙和尚不跟他们一块打 这为什么呢 因为沙和尚是神仙 他根本不管他们 这些烦人的事 那么马为什么提呢 因为这个就是明英宗啊 都带来了 此时是朱高赤 加自己的太监集团 武装集团 对正和的私人军队开战 不过这段历史上 可是半点没写啊 结果呢 就是一顿揍 这帮私人军队啊 就都被打死了 孙悟空怎么打的呢 他拔出毫毛 变成了七种老鹰 而对方呢 就是七种虫子 这就是说呀 在神州武装力量面前 敌人都是小虫而已 在老鹰面前 那是一口一个 毫无抵抗能力 这个是最主要意思 那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作者说 正和此时是各种硬啊 那个鹰就是硬嘛 一周七天 他七天都硬 真是了不起啊 然后呢 他们就去找蜘蛛精 可是蜘蛛精早跑了 他们找不到蜘蛛精 蜘蛛精 就救了唐僧 猪八戒说啊 蜘蛛精弄得我一路摔跟头 就是说正和给猪高赤啊 带来很大麻烦 孙悟空就问唐僧 妖精去哪里了 唐僧说呀 妖精找儿子去了 可是啊 这就是一句表面的话 实际上我们看看啊 接下来三个人去寻找妖精 而且就在后院 这就是啊 在找猪瞻鸡的儿子屠杀 那个桃李树三个字 给你点名了 因为蜘蛛精那么大人 他不可能藏在树上 这里用的就是那句话 桃李不言 就是桃李树果实很多呀 就是那个皇帝的儿子呀 这时候我们注意啊 猪八戒他又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他说 去了去了 这就是猪高赤 或者说原来那个猪瞻鸡 让后代赶紧跑 这个大家就不要管猪瞻鸡是不是活着 猪高赤是不是知道 这里的意思就是 要孩子们赶紧跑吧 而我们看呢 此时沙僧说话了 他一开口啊 就是神仙说话 他说不必熏他 就是放过最后一个孩子吧 就是明英宗 这就和火焰山的故事又连接上了 吴善祥啊 他是地府公主 明英宗是他儿子 所以明英宗得到了地府的照顾 地府是冬天集团的 所以明英宗是被冬天集团保护的 体现在这里呢 就是杀僧终止了追杀行为 最后是猪八戒一把火烧光了盘丝洞 而盘丝洞啊 是郑和的大本营 烧光了盘丝洞 其实代表着郑和的一切资料都没了 就是详细的东西啊 什么都没留下 一个字都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郑和的资料 又是西天集团根据需要改编的 而郑和自己的知言片语都没有 大家看看啊 你从这个想到什么呢 这不是和武则天一样吗 武则天写那么多文章 一个都没有留下 而郑和可就更夸张了 他七次下夕阳 全球航行 那必然留下无数点击啊 起码他那个航海日志也在啊 你在哪呢 他到了一个地方 你看到的风土人情 每天干什么都必须记录下来 然而我们现在能找到半本 郑和亲自写的文字吗 那半个字都没有啊 因此啊 我们从这一个如此明显的事实 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所有历史都被西天集团 直视满清 用三百年时间彻底销毁了 随着毁去的 还有大明朝灿烂的文明 说到这里啊 我不得不再说一些啊 就是啊 那些抱着所谓明朝国阙啊 认为那里啊 都是真相的人 你看看 你想想 郑和的文字在哪啊 你连郑和的半点真正记录都没有 他自己写那么多东西都没了 你凭什么认为 国阙啊 就给你留下真实记录呢 那不一样 都被满清改的 连妈都不认识了吗 对吧 所以啊 国阙也好啊 明师录也好啊 那都是西天集团 在真实历史基础上 根据自己需要 增山修改的 而你研究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做对照 那么最终还是被带到沟里面去 好了啊 说完这些 再回到故事啊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盘司洞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这时候就要到下一集了 蜘蛛精啊 都跑到那个黄花关去了 黄花关里面啊 有个立刻的道人 是蜘蛛精的师兄 他们求这个道人帮助 这就是下一个故事了 这时候啊 我们再看看第72章的标题 盘司洞七情谜本 这时候我们想一下 那些垃圾解读者说的 七情代表人的七情六欲 这是不是很垃圾 我没有污蔑他们吧 这里的七情 说的就是郑和一个人 郑和的本是什么 是帮助朱棣 因为朱棣一辈子信任他 可是郑和呀 在胡善祥出现之后 就背叛了朱棣 起码是在一些方面背叛了朱棣 因此这才是七情谜本 好了啊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蜘蛛精呢 跑了 可是没死 紧接着就是下一个故事 黄花关的故事 那个故事更加有趣 我们下一集再见